放入香菇 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冬菇栗子炆鸡 栗子炆鸡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吃的菜 如果你家里有沙爹酱 加一汤匙沙爹酱 即是不同了味道 很棒 沙爹酱很惹味 有点辣 很香 这些是蠔油 我今天主要的香料是姜 葱 红萝卜 红萝卜又可以珍惜珍味 甜 用水煮一下栗子 煮火 盖上盖 煮10分钟 关火之后 油烤 香料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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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mentos 想做 葱 鸡翅 鸡翅 鸡皮向上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就拍斩下去 这叫拍斩 然后它就很漂亮 这些位置很容易滑刀 将皮切合分合 刀要按住鸡骨 你觉得它很稳定 就拍下去 只要鸡骨断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很漂亮 鸡不会碎了 一般用多的后面斩 鸡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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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鸡腿 放入鸡腿 然后再盐腌一下 来拌 骨就不会刺到自己 而且肉不会弄坏 一定要有生粉腌鸡才会滑 拌均匀后加生粉 半渴度 少许油封一封 即时晾身 调味料先放这么多 因为放太多煎就会焦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律子煮够了 烧热锅 锅热放入 姜 红葱头 爆出姜葱的香味 黄黄色就可以了 煮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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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放入姜葱 煮熟 煮熟 蒻熟 酱 煮熟 煮熟 1200分钟 煮熟 煮熟 用锅铲翻过来,一般用锅铲拌均匀 用锅铲把锅打散过来就可以了 金黄金黄的锅链煎得很厉害 煮了,煮了很香 放红红白香菇 这些炖得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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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 把锅铁放进去 然后煮炒一下 加些沙啤酱和蚝油 炒香 炒出酱香味 好了,放入蚝油 加蚝油,加水放入蚝油 不用煮15分钟了 现在煮了,10分钟就可以了 放入蚝油 放入蚝油 加蚝油 锅铁鱼 放入蚝油 浓入蚝油 不用太大火 放入中火炒炒 炒5分钟 放入蚝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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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至少时间 如果想它深色就加冰淇淋 因为金酱油觉得色质很好 汁收得很适合 关火 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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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的赞 多谢大家 拜拜